谁心罕选你了 叶大师为我去除寒毒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心了 只不过一直没好意思开口 成为师徒的话 也能离他近一点吧 这么别叫的话你骗谁呢 不就是想靠近叶天一点吗 你 你胡说 我才没有这么想 师父也不是什么人都说的 我可是用零售还归的真语 才换到败师的资格的 你又能给叶天做什么 我自有我的价值 叶天 我听李东说 你之前去群英会 是找汪浩英的 对吧 正是如此 此人跟我有血海深仇 不过上次没见着他人 爷爷让我来告诉你 他正在盘算着 抢取民中首富唐家的独女唐雪 以霸占唐家所有家产 雪儿 汪浩英你这狗贼 实在欺人太甚 我与你不共戴天 怎么一听这事就发火了 师父和唐家有什么交情吗 叶天 等一下 你听我说 让开 不要拦我 我一刻都等不得 我不知你跟汪浩英有何深仇 不过你贸然前往 施置唐家于必死的境地 汪浩英一定会将唐家赶尽杀绝 我 我只是想帮唐家脱离汪浩英的魔场 难道你们有其他法子 唐雪 等我 脱离魔爪办不到 我跟着斗迪女的家事都比不过汪浩英 没法为你出头 不过 只是接近汪浩英和唐家的话 我们倒是有办法 唉到时候你应该就知道汪浩英有多恐怖了 我真不希望你去掺和这一滩浑水 他的那些烈性我知道的比你们多得多 只不过唐家于我有恩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见死不救 为了雪儿 就算是龙潭虎炫 我也要闯 唐总为了防着王浩英 四下到处打听能人意识 做他独女的保镖 我通过家里的关系 向他举荐了你 此处汪浩的眼线众多 我不方便久留 剩下 就看夜添你自己的了 你多加小心 哼 我知道了 谢了 唐总 红家引荐的人到了 快 快带进来 您就是夜大师吗 您可算来了 我也能稍微松一口气 雪儿的安危就交给您了 没问题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唐小姐 原来是你 那我就放心了呢 唐雪 好久不见 爸爸 她就是上次帮我的人 你怎么找到她的呀 哦 倒是巧了 求求你 我不过就是一个 给唐总开车的 放过我的孩子吧 她是无辜的 哼 求我有什么用 去求你亲爱的唐总啊 啊 雪雪啊 你跟夜大师 赶紧去里面的衣帽间躲着 别让汪浩英发现了 好 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出声 沉住气 来 和你们唐总说吧 唐总 看到我老刘给你开了十几年车的份上 你就开了我吧 不然我带小孩就活不下去了 老刘啊 你这是怎么了 有困难尽管开口 孩子怎么了 也没多大事 不过就是被青帮的家伙看中了呗 却说小孩子的魂魄 挺对他们修炼的路子的 谁让他倒霉 跟错了 行吗 我虽舍不得老刘你 也不能置你家人而不顾 是我连累了你 你走吧 谢谢唐总 喂 原行吗 我这弄了个小孩 你不是缺魂魄修炼吗 这就给你送去 保准新鲜 你 您不是说 只要唐总开口 就会放了我的孩子的吗 为什么 怎么这么蠢 唐老板答应你了 我又没有答应 自然是想如何就如何 哈哈哈哈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梁叔 梁叔为我们家 开了十几年车了 不行 我待不住了 不可 唐总刚刚叮嘱过 其他人不重要 我夜天这一世 只为能护得你唐雪的周全 别动 让王浩英发现了一切都完了 他现在就等着你自投卢网呢 说你答应不做傻事 也不大声喧哗 我就放开你 听话 好吗 嗯 雪儿 我也不想委屈你的 对不起 至于到底该怎么办 等王浩英离开我们再谈 王少 您直说吧 要怎样 才能放过我们唐家 放过 我汪浩英看上的东西 就没有放过的 老唐 我之前 已经说过了 你的宝贝女儿 你唐家的家产 包括这公司上下三千多人 我全都要 缺一不可 高跟老唐酒 我超我 一通话 чтоб身子 干嘛 恭喜